我們進行最後的戰役 請在對面的異性的嘉賓當中 選擇自己心儀的對象 在投票器上按下他的號碼 如果你心儀的對象已經不在場內 或者說你在剩下的嘉賓當中 確實找不到你要選擇的人 你也可以選擇不投票 接下來各位請選擇 我完全不知道選誰 對 那是誰啊 很緊張 有點興奮 一直選的是8號 很期待我們之後會不會擦出火花 28號會是支持之中選擇我 連線之前我就想到97號會留下來了 我也相信他會選我 我們應該是從頭到尾唯一的一對 我覺得我們特別默契 因為他也可能會選擇 好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88號的選擇 88號選擇了 8號 馬上我們來看一下8號 范旭毅的選擇 8號選擇了 86號 呈孟琪 你選86號了 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很顛覆性的故事 其實是第一眼就覺得是86號是很有演員的一個一個姑娘 因為她性格很值 天蠍座 獅子座 哪個獅子座會起一個飛城 為什麼獅子座不能二呢 沒有 你多大 我94 我就知道 你多大 95的 你比我想 你覺得可能嗎 80 80 80 我打不死你 我腿都給你打斷了 我8了 你怎麼今天第一面就要打斷人腿呢 你第一面就是我80的 我不打斷你 你剩了一個8 我腦子沒反過來 89 自古臭物 真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姑娘是傻白甜類型的 是我喜歡的 然後我就一直有安裝注意她 我上來了 你看 你看 你壓得主動 小迷病來了 一會兒再來海裡再 再來一趟 沒事 我還等你 我第三次了 然後通過三輪的空白上場 我得到很大的欣賞 我覺得她是真的還蠻喜歡二十號的 其實那之後 我覺得我挺想放棄遊戲的 下一組的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 後來我改變了一下策略 就是說我能找到一個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能聊的一個姑娘 幾輪淘汰環節 我都是 偷偷地去幫她 去完全拉票 像這樣子有意思的女嘉賓留一留 八十六留一留 這麼滑稽 留一留 對不對 八十六滿滿滿滿有意思 這姑娘挺有意思 前面跟我槓上了 我靠 我覺得得跟她槓到底了 我覺得那八十六還不錯呀 挺好玩的呀 我保一保 狼警保一保 你也喜歡八十六啊 沒有沒有 我跟她說好了 就保她一輪 就逗逼姑娘呀 二嫩子呀 我保她一下呀 你有沒有考慮過呀 除了存活下來 是讓我覺得 非常有樂趣的一件事 如果你玩到最後 你想活下來 你想保的那張牌 它如果直選你 或者你一直選它 你們兩個都得死 但是如果你是按保一張牌 並且你打的是八十八號牌 可能我活著八十八號會下去 但是八十六不會死我下去 這就是我玩這個遊戲的一個思路 我衝了她八十六號去的 那我就非常對不起八十八號 就非常的對不起她這張牌 我也還挺想不通的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對她很失望啊 我希望就是說 她不管是在這個舞台上 或者在以後的生活中 可以真誠地去對待每一個人 馬上我們來看一下孟琪的選擇 如果也是八號的話 配對成功 八號的話 配對成功 他們倆應該成功 請揭曉 八十六號 陳孟琪選擇的是 好 同樣也是八號 那麼祝賀兩位 目前是配對成功 但是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都是生存者的身份 所以請先到圓台上等我 祝賀你們 好 接下來我們看十八號 十八號秉英玲的選擇是 一百號 一百號 袁小璐 我們來看一百號 袁小璐的選擇 祝賀兩位 祝賀 同樣也是配對成功 好 也請到圓台 哇 這麼多 好 下面我們來揭曉 四十號 五號 哲涵的選擇 哲涵你沒有投是嗎 沒有投 好 黃哲涵沒有投 那我們來看四十五號 趙東的選擇 我也沒有投 趙東也沒有投 我都沒有投 好 十六號不在了 最後一個環節對我們來說 是完全沒有意義 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環節 我覺得我是個男人 不可能因為 她不在 然後去隨便找一個 去怎麼樣 好 我知道的是 你們都有跟我交心嘛 那麼那一位女嘉賓 在放棄的時候 她特別要我帶一句話就是 她非常希望在私底下 有機會 跟你們繼續再去接觸 但是她沒有告訴我 會是跟你們中間的誰 她很清楚有誰喜歡她 但是她說她自己的心 她不想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公佈 那麼也就意味著 你們兩位沒有能夠配對成功 同時這四位女生 也是沒有能夠配對成功 所以呢很遺憾 那要請你們離開現場 謝謝 就我會直接想問七十六號 七十六號的嘉賓 你是選擇四十五號 還是選擇我 我會很直接要在想 聽這個結果 謝謝 再見 拜拜 伙道老師 拜拜 拜拜 辛苦了 今天 祝你們好運 賀老師把話轉達給我之後 我個人也能理解和接受 畢竟是女孩子 尊重一下她的選擇 就是我就想說 是來玩 是來耍我們的嗎 是來玩弄我們的感情嗎 就是看著兩個男生為你 拼死拼活的 看著兩個男生為你 欣欣勤就很會很開心嗎 好 好